从1970年代以来 其实所谓脑机界面 一直都是很多科学家 他们在持续研究的领域 不过要请教张博士 现在这个脑机界面 它已经可以实际运用在医疗层面上吗 是 因为其实我想大家都听过 Nievoelink 就LMASK的新创公司 它其实之前就一直在推广 这个脑机界面相关的应用 以及很多的这样可以想象的空间 其实他之前一直宣告说 今年今年一定就可以通过FDA的允许 我可以开始正式的做人体的试验 终于在前几天 Nievoelink正式的宣布出来 他已经得到FDA的许可了 是 所以FDA先前 其实对他有一些问题 其实也可以知道说 其实譬如说他有一些 比如说在设备里面 一定有电源 有电池的这个部分 然后因为他这个晶片很多 这个连接跟大脑 这个讯号的连接的这个电线 万一如果在脑部里面 发生移动怎么办 那这些都是个大问题 那还有假设今天病患 不需要再用这个晶片 我要怎么把它拿下来取出来 对 总不能说就这样子 脑就受伤或者是脑死这样子 所以其实这其实对他公事而言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展 跟一个进步 另外一个部分来讲 其实我们也可以来看 除了Neuralink的这样的一个 在医疗上的新创以外 其实还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 那我们这边举一个例子 它其实这个是哥伦比亚大学的 一个团队 那他们在所谓Science of Defense 跟这个IEDM的这样的一个 元件会议的发表上 那其实这两个都是非常顶尖的 这个期刊 甚至IEDM号称就是说只要博士班的学生 有在这里有发表一篇 大概博士就可以毕业了 所以他其实是真的是还满顶尖的 这样的一个期刊 哥伦比亚的研究团队 他们其实就是发表这一个 我们可以从这里来看 这是一个我们一般那个针 打针的针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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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里面有这小小的一颗 就是这一个吗 对 小小的这一颗 其实它就是一颗晶片 而且是整个系统集 已经封装好的这个晶片 一个微型晶片 对 它的大小其实 我们从这边来看这里 它比较精准的这个尺寸大小 大概都是300多的微米 其实这个尺度是非常非常小 这个背景这一块是硬币吗 这个是一个硬币 一个硬币的大小 所以它在硬币上只有这么小 非常非常小一小点 虽然用肉眼 应该还是可以看得到 对 但是可以想象它真的是很小 非常非常小 所以它号称说 比大概跟陈奈这样的大小 比针头还小 其实是整个所谓机体化的 就是整个IC 它把它整合 完整的整合在一起 它是可以透过超音波 超声波 来得到这样的一个能量 以及传输 它怎么样的概念 其实大家想一下 我们现在都在用悠油卡 对 悠油卡本身没有晶片 没有电池 sorry 没有电池 但是问题是我悠油卡 靠近的时候 我的悠油卡的感应器 这个读卡机 它就发射一个电池波出来 这个晶片读到这个电池波之后 它就吸取 它就可以产生 利用这样子产生电能 同时运作 运作出来之后 把这个卡片上的资讯 斐鱼这个让卡 还剩下多少钱 它就把这个资讯 再传出来 由这个读卡机读取 所以这个微型晶片 也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对 同样的这个概念 只是说因为它更小 所以它用的是这个超音波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来做 是 那来得到这样子 这个侦测 我们生理上的这个讯号 那目前这一颗晶片 它其实做的是 所谓侦测身体的温度 我们一般量温度 都是量表面的耳温 或耳温 但是如果真正需要 去量测到说 真正核心的温度的时候 那他们就可以 医疗上医生 可能就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来得到最精准的 这样的一个温度 另外一个部分来讲 其实同样在论文里面 也特别讲到说 这个晶片是采用180奈米的 180奈米工 好像大家现在都在听 好像感觉满大 但是实际上 如果以这样的一个晶片 尺度 封装等级来讲 也真的算还满厉害的 而且是台积电生产的 对 台积电生产的 现在来讲 当然这个是属于在研究的 这样的一个阶段 到底要怎么把它拿出来 对 这是怎么拿出来 因为它够小颗 所以我们有可能 假设我今天打到我们的人体里面 可以经由我们正常的新陈代谢 就把它排出来了 这是第一种方式 那第二种方式就是说 如果可以再做得更小 那我们都知道 其实人体有自然的 这样的一个防卫机制 就可以把它包起来 把它吞噬起来 细胞直接将它吞噬 对 就把它吞噬起来 这样子来讲 也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晶片 把它做这样的一个处理 那这个来讲是 目前这个研究人员 一个很新的一个研究 不过我们说到如果说要修补 在体内进行修补的话 现在也可以透过 像是微型机器人这样的方式 是 这是另外一个澳洲的 新南威尔斯大学的团队 他们发表出来的一个研究 它结合内视镜跟所谓软性的 微型机器人技术 它可以在体内进行3D的裂映 在身体里面直接做3D裂映 对 它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 一个微型 它其实就是像内视镜的头 最尖端的这个部分 这里有一个尖尖的 这个就是它的喷嘴 我们3D裂映机有一个喷嘴 它可以喷出东西 这个就是它的喷嘴 它可以这个有点像舌管这样子 那我可以做这个 它到底实际上的大小多小 它的大小来讲 我们这边有讲 它其实大概11到13mm 对 大概差不多1公分左右 是 那其实还蛮小 对 其实还蛮小的 而且它本身来讲 它可以做三个三轴 X Y Z 三个方向这样子的一个移动 它都可以 所以它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人的体内 进行所谓的生物性的3D裂映 那这个它可以裂映什么样 它可以裂映多层的生物材料 像我们直觉上 我今天皮肤上面如果有伤口 这个我把它铺上一层 所谓的保护层 可以让我们的复原相对速度 比较快一点点 而且伤口比较小 比较小 因为我们想一下 如果说我今天是 我今天伤口是采用传统的 我可能是 就是建好3D的材料之后 我可能还要再把这个伤口 稍微再切开 然后再把这个材料放进去做修补 最后再把它缝合起来 这样子的话 它伤口相对比较大 那当然也就有一些感染的 感染的风险 是 所以今天如果可以在体内 就直接做这件事情 那它就可以降低这样的一个 降低感染或者是并发症 是 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 它同时这个机器人 同时还可以做电骚 为什么 假设我今天发现 这个区块有癌症的细胞 我可以做电骚 把这个癌细胞 做这样的一个切离 或做吸引型这样的一个处理 另外一个来讲 它本身这个喷水 也可以喷水出来 就是我可以喷水出来 假设我需要组织这个区域 需要做冲洗的时候 它也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所以现在实际 还没有真的运用在医疗上吗 在这个部分 目前这个是属于医疗团队来讲 这样子的一个应用 但是实际上真正的商品 必须其实一样 要经过这样的一个认证之后 目前是说 有机会在5到7年内 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上市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要来了解的是 台股现在是呈现了 往上是有压力 但是往下感觉又有支撑 在这十点点 下半年投资的主流会是什么 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了解